看一个人最准的方法是什么 本来不想分享了 就怕有人说我心情太重了 这朝大家转发方法很简单 但是威力很大 就是不管你是老板 还是选合伙人 还是交朋友 看完马上就可以用 点个赞啊 一定要小心那些 表面看起来没啥问题 但是周围都是寸草不生的人 一个人开什么车 戴什么表 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 他是都可以伪装的 其实人性真的很复杂 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 他时时刻刻都在输出结果 结果是永远都不会骗人的 所以你看一个人 到底靠不靠谱 你不要只看他的人品 说什么样的话 这个人看起来有多高尚 这些都是可以伪装的 你要看这个人 他的金钱上的态度 一棵树的好不好 你不要吃他的一个果子甜不甜 看一个人 关键是要看他身边的 一切的任何事物 到底有没有因为他而变好 而且你看到的越细就会越好 就包括他的家人朋友 下属 身边的猫猫狗狗花花草 如果万事围绕了他 都是一脸的幸福 欣欣向荣 那你跟他在一起 自然不就会好了吗 这不简单吗 第二个点 你一定要去看这个人 是否持续成功 因为真正有结果的人 他不是说 我想要去做什么 我未来要去做什么 你只要去问他之前的结果即可 因为用这种方式 可以帮你排除掉 99%的废物 因为很简单 一个如果有持续能成功的一个人 他跟你讨论任何一个下一个话题 你都要仔细倾听 所以这个成功持续成功 不是说 我一定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是持续有结果 当你持续能做好的不同的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